小偉姐好 剛才在記者會上公佈了 今次講者的外景拍攝會有五個地方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五個地方 其實我們以往都試過 多數是很多人去的 今次又試試不同的地方 其實智惠也有講過 讓他們嘗試帶出一個介紹香港的訊息 因為其實香港小姐選出來 她將來都要一個宣傳香港的使命 所以今次我們選了五個地方 當然有個地方一定是香港 其實在想的時候 是不是都想了很久 究竟哪幾個地方適合呢 我們每年都 你知道港姐可以出埠 是我們的傳統來的 但我們每年都會 只有COVID的時候好像沒有 我們今年既然有很多地方可以選擇 不知各個地方不如分散 我們去多一點 真的想順便介紹一下香港 亦都給一些佳麗認識一下 香港以外的地方 智惠也知道 How to be a woman 你看看現在你看看多漂亮 現在那些女生是真的越來越進步 我們都應該是為自己是女生 亦都過的 最近有些推選了一些佳麗 在網上說回你們的合約 那條款很苛刻 但你聽到這些佳麗 事後在網上發佈這些事情 會不會有些不開心的 不會 因為我們的香港小姐的合約 其實是經過公司很嚴謹地去 我們法律部發表的 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的 也都是因為有這麼多年 我們都是真是很認真 那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佳麗 是真是他們有心 是真是很想來經過這個比賽之後 不管是贏還是不贏 是很想是可以幫香港 幫我們香港的女生 或者代表香港做一些好一點的 就是宣傳一下香港 還有讓人知道 我們現在的女生其實都有好的一面 他們一定要有這個這樣的心 還有這個這樣的志向 那我覺得如果是的 都有我們看到這麼多個佳麗 其實每個人都對合約 不會有特別的問題 那也是因為有一些佳麗 他們自己本身原來 和其他公司有一些合約的 那我們每一次 我們法律部解釋給他們聽的時候 都有叫他們簽一份 Decloration 即是叫他們聲明 他們自己是合約 可以簽這些合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可能有些小朋友 他們之前和他們簽了一些合約 他自己都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簽了什麼 到他回去知道這份合約 原來是不可以跟第三方再簽合約的時候 我們都鼓勵他們不如你去處理了自己的合約 如果你能夠處理的話 我們當然歡迎他們去參加 如果處理不了 就唯有先處理自己的合約 那就算了 那我們因為當時他們通知我們 說他原來跟他們有份合約的時候 不止他其實都有兩三個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deadline的 我們的deadline都要做第二次 所以我們都不會因為他有一個合約問題 而我們會postpone我們的時間 希望他有機會解決不了 我們明年還有後年 他們都這麼年輕 這麼貌美 是 還有上屆有個 當然是輸選了 他說有一條貨幣 上屆 上屆 他就說有一條貨幣 就算不入圍也好 這半年來都不能參與我們的活動 他說這條貨幣最好 是不是上屆 上屆 是上屆 他講的 我印象中我記憶裏面 他一天簽了我們那份合約 他起碼有訓練期有三個月 這三個月裏面 他應該是很集中精力去訓練 去準備他自己 他沒有可能 人家在訓練中 有兩天就不來訓練 就去做別的事 其實他都是對他自己都不好的 有時是三個月之後 到我們準備正式那晚的比賽 前後都已經三四個月了 所以我們有一條條例 在這半年裏面 首先你要真是要真是 如果你是要入這個訓練營 要我們選中你的話 你真是要用心 盡你的能力 盡量學多些東西 將自己對變成一個更加好的女生 我覺得這個都是為了保障他們 要不是到他們借助TVV這個平台 做其他商業活動的東西 如果他們真的選中了 也都 有些 譬如我們以往都是這樣的 譬如當是十五個 十五個裏面 始終都是一貫下貴君 或者最多有個友人小姐 或者最上鏡 是的 剩下的都有十多個佳禮 我們每一次完了 我們都會叫所有的佳禮 見到我們綜藝組 東章組 或者我們緋劇組 我們很多全部監製都來 跟他們做interview 看看他們的才華在哪裏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他們之後 我就會跟他們簽一份management的合約 如果你簽得我們management的合約 就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什麼都是我們幫你鋪排 或者幫他去另外一種訓練 駱小姐 昨天整頭只有十四位佳禮 今天有十五位 是否有一位佳禮 補選了 今次是反國 可以反賞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日子是我們臨時定的 他之前已經有講了 他有一個比賽 是的 他昨天下午才回來 因為他有一個比賽 這個before之前我們都知道的 很緊要的 他們填表的時候 他已經填了哪天哪天要比賽 所以這個不是後補的 不是不是後補 是他真的有一個比賽 是的